妮妮被问到有注意很多人缠她身子吗?她不光表示自己懂,还直言女生更多吧。面对缠自己身子的人,她说,缠吧,反正你也得不到我。妮妮说出道九周年,很多粉丝一直陪着自己走,不光是缠我的身子,对我的工作也是有很多要求和期待。 妮妮竟说大实话,哈哈哈哈,像姐姐身材这么好,而且性感又美丽,这样的大美女谁会不爱呢?有网友调侃说,攀排了,正式在下,是拆弹专家两手应旅那天的采访耶,还有很多其他花絮和应后见面会的分享。 说到爆发力,看采访和花絮都知道,控制室那场戏拍完哭了好久,但电影里的这段戏,我感觉可能更体现了妮妮妃情绪上的控制力。 随着眼泪和不多的台词,一点一点带着观众深入旁龄的悲伤,旁警官的工作任务还没有结束,所以面对和爱人的生离死别,痛苦但不能歇斯底里。 攀设结束后的放声大哭,是作为攀成风的爱人,经历爱人牺牲后的崩溃,不需要压抑,不需要隐藏,就这样赤裸裸地把伤口露出,然后痛苦,痛到无法,只能抹去其他,只保留两人最初的相遇模样。 你喜欢妮妮吗?欢迎评论区留言转发哦!